1962年10月 我军集中兵力歼灭红头山和加勒万河谷入侵之地后 原定守成任务的空防区指挥员主动请议 要求拔除位于该防区的空印15 16 29号句点 以扩大闪过 不劳烦机动主力了 我们自个儿就能搞定 指挥部20时30时电视 对空防区西里扎普指引军 若我确有把握时 同意将该地打掉 以有力打击处输了班公湖南的印军 也就此 班公湖地区反击战斗 拉开帷幕 班公湖藏语的意思是 长脖子天鹅 海拔4250米 面积约600多平方千米 水深50米上 东北两岸地形平坦开阔 南西两岸高山蜿蜒 其水上通道战略价值十分重要 在暖际 可乘船艇配合陆上通道进攻 直插班公湖东端的新藏公路 在冬季 也是可以利用湖面风洞 直达新藏公路和日渡县称 自1962年7月初 按照印政府的前进政策 清华印军114旅 第八库尔卡连队一营和 捷特连队五营 不分力量越境 入侵班公湖两岸地区 设立六个据点 在南岸设置了阿印123号据点 在北岸设置了空印151629号据点 这次空防区指挥员 起因拔除的便是 班公湖北岸的几个据点 在兵力部署上 捷特连队第五营第一连 一个牌 巨手空印15号据点 库尔卡连队一营四连连部连带一个牌 巨手北岸空印16号据点 库尔卡连队一营四连约一个牌 巨手北岸空印29号据点 班公湖南岸 由印军一个加强连巨手 分出尤拉野营地 斯潘古尔湖西北 其营部则是为储疏了 具体到指挥部电令当中提到的西里沙古 这是班公湖系列战斗开启的地方 是位于湖北岸的一块小高地 比高8米 距边界8公里 是印军专门挑选用来控制湖滨通道的重要位置 修了些欠毫和地保 班公湖以湖中心为界 北岸为我空喀山口防区 南岸为阿里防区 并针对印军渗透 做出了如下部署 以步兵二团第二连在空喀山口防区 设置空八空九空十三个少侠 与印军空印十六二十九号据点相对峙 在绝拉沟尼亚哥组一带 以步兵二团六连设置空四五六七四个少侠 与空印十五号据点相对峙 以阿之五连在阿里防区 设置了阿之八九十十二四个少侠 与阿印一二三号据点相对峙 而在反击战开始时 该方向并没有配备机动作战部队 最终的八点突击分队 经过一番东拼吸送 由以下单位组成 步兵第二团第二连 这是元十九八的首卡部队 十一团工兵连第二排 这是原本安排来 在该防区不舍地雷的 第四十炮团第二营第三连 这是原本被派来承担运送 水路两用汽车和交通艇任务的 再有呢就是水上中队 这些单位一百一二七人 半天准备战斗 一番勘察组织补充弹药 控制决心 夜为小工 主力自西南方教对西里扎普 发起进攻 攻兵排的两个班作为预部队 另一一个班 阻击4400高地 可能来源指引军 水上中队呢 则是担任呼声警戒 二十一日六市各不自出发位置 接动七十三十分进入进攻位置 八十三十分火力覆盖 九市布尔连分为西北西南两个方向 以前击之势禁闭 稍息双方激活 数人伤亡 尖刀班二班班长 攀发之首先帅部冲入印军阵地 一番厮杀之脑浆外衣 仍然是奋起搏斗 战斗很激烈啊 帅部突击的连长也负重伤 向敌纵深地宝发展时 印军投来数枚手榴弹 机枪手核四优 将印军投来的第一枚手榴弹 偷了回去 而当他捡起第二枚手榴弹 准备投回时 手榴弹爆炸战死当场 剑德布尔连进攻受挫 炮三连自西北方向 持枪剑机 先以火力封锁 印军地宝射后 炮兵战时王向令 抓住机会 攀越至印军地宝顶部 从烟洞口投入手榴弹 三枚 把连串闷向 地魔飞毁 说时迟那时快呀 九分十五 即战斗开始后十五分钟 印军连部被攻占 少校连长被俘 余部也是无一漏网 4400高地 位于班公湖的北岸 比高六十米 距离边界五六公里 驻有碉堡五个防阻间 以嵌豪交通豪 向连接编号空印二十九 守军马一个排二十二人 西里扎普友军的快速就间 让4400高地的印军 又惊恐欲逃中 岂能够让他们给跑了呀 突击分队稍事修整和准备 以步兵第二连 游北向南压迫 炮连刺东南主攻 工兵二排自东向西 乘接拿下据点的任务 重弹交到了工兵的身上 二十一十三十三十分 八二排击炮高射击枪 重击枪开始向印军前沿 地宝射击 掩护分队接地运动 东面进攻分队马 分阻越近 虽然是遭到印军射击拦阻 仍然是顺利摸进制 冲击位置 十六十十分冲击开始 工兵二排五班班长 谭树亨 同战士罗德青 以突然动作 窜入印军沁豪当中 咱也不知道 这个突然动作是个啥动作 但总之呢是类似于闪现 急走之类的吧 两人是交地引护 爆破动手榴弹等武器 来回歇换 连续炸毁印军三个碉堡 一番激战啊 这已经不是撕开口子了 而是以两人直接重创敌据点 超额完成任务 但是尖兵虽有 并非无敌 搏杀当中 罗德青战司 谭树亨复伤 余下的战斗呢 也是很清晰了 4400高地 印军被全歼 21日一天之内 连续打掉两处印军据点 很是提振了边军事项 原本主要承担防御任务的控制 决心啊 一鼓作气 歼灭绝拉沟空印15印军 全部收复空防区实力 绝拉沟为搬弓湖一百六十一公里处 勾宽200到300米 两侧都是海拔5000余米的高山啊 当然了 比高没这么夸张 但也是地势险要 且是该地区的向外通道之一 由该沟西行6公里为塔拉昌山口 可通向拉达克的波波浪 也就是杰特连队武营 营部之所在 数个月之前 杰特连队第五营第一连一个牌 翻越塔拉昌山口 侵入绝拉沟 再去中国海空六号哨所运两公里的一个小山报上 设立了几天 为中国边军 边为空印15号 阵地构筑有九个散平坑 半地下宿舍 四间人数二十七 二十二日八十 炮团二营三连 写迫弃气炮三门 由班公湖北岸出发 近尼亚哥组 汇集六连首甲分队 五十人 共集一百一十七人 组成八点突击队啊 计划以第六连从印军少甲所翼迂回侧后 断气退路 达成战术包围 然后再由侧后实施主攻 而炮连呢 则使用印军据点正面实施主攻 当日十七时 迂回部队啊 是开耳心动 正巧是大雪漫天的 视线不佳 哎哟 这是天王印军的 也就不那么费事了 第六连拉大距离 跑步通过印军据点 左侧封锁去 其后的战斗过程呢 也就是一笔带过了 两厢合击之下 空印十五号印军 这全部就先 北岸空防区 两天之内八点作战 三战三截 给班公湖南岸印军 带来了极大震撼 占据野营地的阿印二号 和侧后的阿印三号印军 惧怕被接纳 于二十一日当晚起点掏算 侵入尤拉 阿印一号印军 则是在二十二号晚上 掏算到野营地 原这个阿印二号据点 哎呀 不吃饱好 睡一觉 哪里跑得动呢 好家伙 这倒让我想起 之前阴朝山口 查库印军 好像也这样的 没办法在不吃饭 和没睡好觉的情况下 新军 但是呢 这跑路不积极 脑子有问题啊 这野营地呢 是属于班公湖南岸 去边境县八九公里的样子 东西南三面环山 北面灵湖 盐湖则是由小径通往境外 印军补给空运到楚书了 然后经过这里运送到最前沿的尤拉 算是中间补给山 原本呢 设有不少的帐篷攻势 前天晚上啊 该据点印军他逃走仓座 过碗瓢盆什么的都未来得及 拆除带走 故此 阿印一号的那个库尔卡牌 二十多号人呢 便是直接住下了 由此点向南 沿山沟直上不远 则为海拔四千九百零三米的 中国阿芝十二号少侠 两者呢 原本是呈对质的状态 眼见得下方情况 嗯 不太对 虽然是寿命防守任务 十二号侠只战约 也是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二十二日 副连长张主率领一个步兵班 并九号甲 一个机枪组 继九人 自十二号甲出发 哎 前往看看情况 侦查一下 八十那时接近了野印地 近时发现呢 银内印军憨声炉雷啊 无甚紧接的样子 好家伙 莫不是空城地啊 侦查组当即集中火力 对着帐篷猛射 探胆虚实再说 并以一人回去向支队 警示报告情况 都摸到这儿了 先站住位置再说 为防一物战机 携商以迫弃炮射击 为批准进攻信号 只带炮声一响 利心突击 不提这边政治指导员 跑步回去 睡梦当中的印军 哪是被枪声给惊醒了呀 却是误以为啊 解放军习营啊 来不及刷牙吃早饭 提起裤子就撒牙子 向班公湖边窜去 形势发展至此 侦查组余下人员啊 紧随其后 并是开始部署 由班长王定军 带一个组 插向西侧 占领湖边有力地心 切断印军的退路 由卫生员王剑英 带一个组 迂回至东侧 占领有力地心 阻止印军 向游拉方向逃算 并游东向西攻击 副连长张志武 率一个组 由既定位置 游南向北 追击进攻 每个组啊 两三个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印军 这仓皇支架 没穿鞋还是咋的 这胡滩 碎石路 割脚啊 跑不快 各小组屈员是非常顺利的围住了印军 不提印军 为毛不跳进水里 来个浪里黑条 呈拨脱弦 这边 咚的一声 由远处传了过来 一枚迫击炮弹 正中野营地 印军帐篷 据信呢 是跑回去的政治指导员 在寝室货币中 第一时间亲手放的炮 只是此时 野营地已经是没人了 有点浪费这个 带有支援性质的炮击信号 那打得准呢 胡滩 眼见西侧 以为中国边军切断 库尔卡牌便以一部兵力 依托胡滩愣看 弯抗 另以一部兵力向东运动 企图抢占东侧高顶 要说东侧迂回小组 原本只有三人 对冲之下 人数劣势 说时迟哪时快 只此危机时刻 原本守在十二少将 负责做饭的副班长 严兴吉 送饭斗死 按照一般套路 崔氏元的战斗力 都是很高的 严兴吉也是当即在东线 加入战斗 四人射退 印军反扑 并以猛虎之势冲下高顶 八名印军当即脚械 正面战场之印军 在侦察组南陆军 西陆军合击之下 顺利被监 十一时许 战斗结束 击毙印军两任 夫十八人 阿芝首甲分队 伤二人 也就此 班公湖两岸印军 入军纪念 被全部肃清 与此同时 西线中国边防主力 正奉命 辉戈南下 阿里地区 嗨 大家好 我是系列复盘 视频作者 有观点大历史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 催更学 5145 76748 捕捉野生的官史军 了解最新的节目更新状况 也欢迎去到 同名公众号 有观点大历史 除了视频之外 这里不时会分享 原创印核的历史文章 以及军史学习读物 有观点大历史文章